對呀,家人離開是很難接受的 我便抑壓了自己 然後我真的沒事地生活 Hello,我是景晴 08年,因為有癌症所以離開 那時是他離開了,然後才照得居性 因為我記得那時他是很不喜歡我入行的 那些比賽其實我的目標都是想入行的 有一次是有個比賽,臨比賽之前 我就失聲,然後我覺得 是否你不想我比賽呢 然後就那時,好不開心 直至去到超級巨星這個比賽 即是沒有失聲 或者是沒有其他阻滯 那我就覺得是否你都開了綠燈給我呢 即是一路很在意他是不是滿意現在的我 因為他那時也不太喜歡我入行 所以我現在堅決入了這行 究竟他會不會滿足呢 會不會都同意呢 經常都有這些問題 所以家人離開是很難接受的 我媽媽離開是那時 過了兩天我就沒事了 這就是我其中一個問題 我就抑壓了自己 然後我真的沒事地生活 我一段很長的時間 跟別人說我去探望我媽媽 我永遠不會說我拜字 我一定會說我探望我媽媽 即是我現在想回那時是一種 即是可能逃避 用這個方法令到我接受 總之去到見到我媽媽的照片 我就在那裡哭了 那時才慢慢釋放出來 那些就是那些很低潮 因為其實他都長期都在你的心裡 我不知道我覺得我做的所有事情 他都會知道他都會見到的 那我又不相信他會令到你順利 即是如果他現在坐在我身邊 他就會覺得 嗯 好 你就去做了 但做那件事是成功與否 其實他不會理會 其實應該就不鼓勵我上次 但他都是覺得 始終兒子都是自己的 所以他最後同意喝戒 其實說到最後他都是想 做一個物理治療師 簡簡單單的生活是最好的 因為他始終都覺得 這一行是一個大染缸 是很容易學壞的 我媽媽就應該是 不會阻止我現在 我也相信他會同意繼續做下去